泡面口味每年都在推陈出新 但同时也有许多口味下架 有网友在脸书上怀念童年最爱吃的泡面 唤醒大家的怀旧记忆 也纷纷讨论起还有哪些好吃 却已经再也吃不到的思维Tilber 网友在报废公社分享了轻车的鹅仔味细面和黑胡椒牛肉面 怀念说这绝对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泡面啊 想不到已经绝版了 他也询问大家说 还有什么同样绝版 却依然念念不忘的泡面 众多网友响应 有人就回答了当初浪面倒猪过的奶油培根口味 当时还是查energy做代言呢 还有强强滚的黑胡椒牛肉面 过去强强滚可谓红极一时 网友回应当年的强强滚才是烂味泡面之王 烂味泡面也是被提名的选手之一 其中又以烂味乌龙面最受欢迎 除了面类 国仔条龙卷条也是怀念商品 网友回应 因为国仔条量不多 通常会先用热水泡软 倒掉后再加油包粉包 再泡一次热水 吃起来满满是幸福回忆 圆后提名的金车泡面也是受到最多推崇 堪称怀旧第一名 网友表示 还我汉堡俄仔味信面 他可是当年杯面界的霸主 金车汉堡牛肉面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痛 金车好几个素食面都是极品啊 只是当时算高价很少失 另外金车系列中 也有很多人热推家传羊菇牛肉面 金车家传羊菇牛肉面才是极品 一度赞遇到它是个渣 家传羊菇牛肉面才是台湾史上最好吃 家传羊菇牛肉面是我心目中前三名泡面 可惜的是广受好评的金车系列泡面 因为生产线停产 已经确定再也买不到了 你心目中又有哪款万喜再也吃不到的美味泡面呢 你心目中 останов的 你心目中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